2006年11月6日 马来西亚警方在吉隆坡郊外的一片树林里 发现了一具女性尸体 更准确的说 应该是一堆散落在四处的尸体碎块 但这并不是一起分尸案件 因为这些尸块并非切割而成 而是被炸药炸碎的 等把所有的尸块全部搜集完成 重新拼接起来之后 发现此人是一名女性 一名女性死于爆炸 这种杀人手法是非常罕见的 而随着警方不断的深入调查 这起案件也越来越离奇复杂 甚至还影响到了马来西亚 和蒙古国的外交关系 而涉案的人员甚至还包括 马来西亚的副总理 那么这位神秘的女性 到底是谁 在她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可怕的事情呢 时间拨回到半个多月前 2006年10月20日 蒙古国驻泰国大使馆 忽然来了一位神色匆匆的女子 使馆秘书接待了她 她说自己叫做布玛 她的表姐失踪了 秘书问她 她表姐是在泰国的什么地方失踪的 然而这位布玛却回答说 是在马来西亚失踪的 秘书感到莫名其妙 这事应该去找马来西亚的警方 布玛表示 表姐和自己都是蒙古人 昨天一起去了马来西亚 过了海关之后 两人就分开了 在分开之前 表姐让她在一个旅馆里等着 如果到了晚上12点 自己还没回来 就在第二天向马来西亚警方报警 并且马上去泰国向大使馆求助 第二天 表姐果然没回来 于是在报警以后 布玛就立刻来到了大使馆求助 对此 秘书仍然感到很奇怪 于是就问布玛的表姐是谁 布玛回答说 是阿丹杜亚沙里布 听到这个名字 秘书大吃一惊 因为这个阿丹杜亚沙里布 在蒙古国很有名气 用现在的词来形容 这位阿丹杜亚 他是一个名媛 但他可不是假名媛 他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名媛 阿丹杜亚十年28岁 他从小和父母在俄罗斯生活 他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 在父母的良好教育下 他能够流利的说蒙古语 俄语 英语 法语和汉语 再加上阿丹杜亚天生励志 可以说是财貌双全 堪称完美 在苏联解体之后 13岁的阿丹杜亚跟父母 回到蒙古国 几年之后 阿丹杜亚和一个蒙古歌手 结婚了 还生了一个孩子 但是好景不长 一年多以后 他们离婚了 不过凭借这次婚姻 阿丹杜亚接触到了上流社会 后来靠自己的美貌和才华 他逐渐在上流社会站稳了脚跟 混得风生水起 在2002年 阿丹杜亚又和一个官二代结婚了 不过两年之后再次离婚 而这次婚姻也给他带来了更多的上流社会的资源 而这个时候 他不过才刚刚24岁 不过阿丹杜亚不满足现状 而是打算继续向上爬 他借着做生意的机会 频繁来往于北京 上海 香港 泰国 马来西亚等等这些地方的上流场所 于是阿丹杜亚的资源越来越多 接触到的人也越来越复杂 而他的命运也悄悄的出现了转折 2004年 阿丹杜亚在香港的一个舞厅 认识了44岁的阿多拉萨巴金达 这位是马来西亚著名的政治家 马来西亚策略研究中心的执行董事 同时也是一名军火商 有地位又有权利 还有钱 不过 这位巴金达 他有自己的家庭 可是丝毫不影响 他在外面包养小三 于是美丽性感的阿丹杜亚 就成为了巴金达的情人 但是因为巴金达有家庭 所以他和阿丹杜亚的关系 不能被公开 不过 时间长了 阿丹杜亚不这么认为 为了得到更多的权利和地位 他不惜一切手段 在得知 自己怀了巴金达的孩子以后 他开始逼迫阿金达离婚 让他娶自己 巴金达果断拒绝了 于是阿丹杜亚要求 让他支付青春损失费 和孩子的抚养费 然而巴金达只给了很少的一笔钱 阿丹杜亚对此非常不满意 多次去马来西亚找巴金达要钱 在纠缠了一年多的时间之后 终于在2006年10月19日这天 阿丹杜亚忽然高兴地告诉表妹布玛 说巴金达终于愿意支付巨额的补偿金了 不过阿丹杜亚也不傻 巴金达忽然痛痛快快地答应 他感觉其中有诈 甚至可能会有危险 然而出于对金钱的渴望 他又不得不去 所以才带着表妹一起去了马来西亚 在抵达了马来西亚之后 阿丹杜亚让布玛去酒店等着 如果到了约定时间 自己没有回来 就让布玛去报警 并且立即逃回泰国寻求大使馆的帮助 于是才有了刚才的那一幕 另一边 在接到报警之后 马来西亚警方也开始立案侦查 但是马上就发现了非常奇怪的情况 在10月19日这天 根本就没有阿丹杜亚进入马来西亚海关的记录 然而对此 布玛直接拿出了自己入关时的时间戳 上面清楚的记录着 确实是10月19日 对此警方很不解 因为人只要入关就一定会有记录的 那为什么查不到阿丹杜亚的记录呢 于是警方立刻找到了当天海关的监控录像 但是更加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警方发现那段时间的所有监控记录 全部都不见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阿丹杜亚到底有没有进入马来西亚呢 与此同时 在得知阿丹杜亚失踪以后 蒙古国大使馆反复要求马来西亚迅速破案 然而马来西亚方面的回应却非常消极 一直表示没有他的入境记录 所以无法调查 无奈之下 蒙古国派出自己的刑警赶赴马来西亚展开秘密侦查 海关的监控记录不会无缘无故的消失 这样的现象说明这起案件背后肯定潜藏着一股巨大的能量 阿丹杜亚这样的身份 接触到一些特殊人物也是有可能的 由此警方秘密侦查 以侦查经济案件为借口 调取了不马提供的阿丹杜亚可能出现的几条街道的监控 最终果然在其中一家商店外的监控录像里 发现了阿丹杜亚的身影 如此看来 阿丹杜亚确实是进入了马来西亚 然而奇怪的是 就好像有一双无形的手在阻拦他们 每当有新线索出现时 就会走进死胡同 最终寸步难行 而就在一段时间以后 就连刚刚那段在商店外 发现阿丹杜亚的监控录像 也忽然神秘消失了 至此 阿丹杜亚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警方也查不到任何线索 于是这起失踪案很快成为了悬案 再加上马来西亚的消极态度 两国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变得僵硬 直到2008年 这件事终于迎来了转折 这一天 马来西亚政府大楼外面走来一名男子 男子手里拿着一个包裹 让警卫转交给大楼里的一名官员 而就在这位官员看了包裹里的内容之后 阿丹杜亚失踪案立刻重启了调查 这是怎么回事呢 送包裹的男子是一个泰国的货车司机 专门给马来西亚送货 这两天 一个女孩把包裹交给她 让她把东西送到这儿 给了丰厚的报酬 这个女孩正是表妹不骂 而这个包裹是两年前 阿丹杜亚在案发之前交给她的 当时阿丹杜亚说 如果自己没有回来 除了报警之外 还要把这个包裹交给马来西亚的一名官员 他会知道该怎么做的 然而在案发之后 在意识到案件背后的巨大能量之后 布马害怕了 他怕这件事会牵连到自己 于是一直没有把包裹送出去 到现在两年时间过去了 布马也一直在饱受折磨 自己的确不应该这么自私 于是最终他鼓足勇气把包裹送了过去 而那个神秘的官员 是阿丹杜亚的情人 巴金达的一名政敌 两人在政治领域是死对头 不得不说 阿丹杜亚还真的是有一手 果然这名官员在看到包裹以后 案件马上重启 并且投入了大量警力 随后 马来警方开始全面梳理案发当天的所有报案 很快发现曾经有一名出租车司机报案说 有一个女人遭到了劫持 但奇怪的是这起案件的详细记录不见了 而且也没有继续跟踪调查 好在这个司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都还在 于是警方找到这名司机了解当时的情况 在两年前的那天晚上 这个司机在街上拉了一名非常漂亮的长发女子 在上车以后 司机以为她是本地人 就说了几句马来语 但是女子听不懂 于是改用英文交流 对方的英语说的非常流利 根据要求 司机把女人拉到了郊外一栋别墅的门口 这里非常偏僻 连路灯都没有 女人下车以后 让司机稍等一下 自己马上就回来 到时候再把自己拉回去 于是司机就乖乖的在路边等着 但过了几分钟之后 她忽然听到那栋别墅里传来一些声音 她透过草丛和栅栏往里一看 看到有两个强壮的男人在拉扯刚刚那名女子 把她强行塞进了一辆车里 那女子非常害怕 用一种听不懂的语言大声的喊叫 司机也吓坏了 赶紧开车离开 接着去报了警 然而奇怪的是 司机去警察局报案 做了一次笔录之后就没有了下文 他甚至还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 对方说让他管好自己的舌头 不要胡说八道 司机非常害怕 以为这是黑社会或者某些犯罪集团 所以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件事情 根据司机的描述 当时那个女人确实很像是阿丹杜亚 看来他在19日当晚 有可能发生了某些意外 警方首先去调查了那栋别墅 发现这个别墅是当地某一个商人的乡下别墅 但一直没有来住 经过勘查发现别墅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由此看来这应该是一个非常狡猾的犯罪团伙 直到又过了将近一个月以后 他们再次有了新的收获 在距离别墅几十公里外的一座水坝附近的森林里 一名警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大土坑 这位警察之前曾是一名工兵 这个土坑在常人看来可能没什么 但他是工兵出身 他一眼就看出来 这个坑是被炸药炸出来的 坑的直径有四米 中间是一个碎裂的树根 周围的泥土带有黑色的污渍 除此之外 这里还散发着奇怪的臭味 于是警方开始对坑展开挖掘 只挖了不到十分钟 就挖出了一条残缺不全的人类的脊骨 紧接着又陆续挖出了一些碎骨和尸体碎块 最终经过八个小时的挖掘 一共发现了四十多块头骨碎片 一条脊椎骨 几根头发 以及大量碎肉 其中有几块碎肉被炸出了几十米 可见当时的爆炸威力巨大 警方立即派出法医和爆炸专家赶到现场 在分析了头骨和肋骨的碎片之后 法医得出结论 首先 这名被炸的死者是一个女人 她被脱光之后绑在了这棵大树上 当然这棵大树后来被炸碎了 接着 凶手在女人的头部 胸部 腹部和大腿 分别绑了四块TNT炸药 被爆炸之前 死者头部和胸部已经分别中了一枪 但凶手仍然不死心 最后把死者炸成了碎块 手法相当凶残 不过尽管凶手使用了如此残忍的方式来毁尸灭迹 但警方还是找到了几根没有被烧焦的头发 在经过鉴定和比对之后 最终确认死者就是阿丹杜雅 不过更加让人震惊的是凶手的身份 虽然目前不知道凶手是谁 但仅仅从使用的炸药来看 幕后主使就肯定不一般 因为这些炸药是当年美国人发明的塑胶炸弹 一般是用来开山阔路的 这种炸药在马来西亚民间严令禁止使用 非法持有甚至有可能被判处死刑 由此不难发现幕后的凶手绝对是不一般的 不仅如此 这起案件其实和马来西亚当时的副总理也有关联 而这层关系其实也仅仅只是冰山一角 人们很难想象这个死者 这位名媛他到底和什么样的人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而这背后的故事会更加让人震惊 在之前咱们说到表妹布玛 把一个包裹送给了马来政府的一名官员 之后没多久阿丹杜亚的案件就宣布重启 这是因为这名官员和阿丹杜亚的情人巴金达是政治上的死对头 官员认为阿丹杜亚的失踪和巴金达有关 所以才想把这起案件查清 由此可见 这名官员的能量也是非常大的 不仅如此 在调查当中表妹布玛还爆出了一条更为惊人的消息 他表示阿丹杜亚曾经给自己看过一张在聚餐时拍下的照片 照片里有三个人 一个是阿丹杜亚 一个是巴金达 还有一个是当时马来西亚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纳吉布 这个副总理纳吉布也和他们有关系 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 这还没完 在发现阿丹杜亚的尸体五天之后 警方逮捕了和阿丹杜亚的情人巴金达有关系的三名警察 这三名警察中有两人隶属于马来西亚皇家警察特种警察部队特别行动指挥部 他们分别是警察总督阿兹拉哈德里以及夏氏西鲁乌玛 这两位除了担任警方的高阶职位以外 也是副总理纳吉布的保镖 之所以逮捕他们 因为特种部队训练时经常使用那种在现场发现的炸药 虽然炸药被偷走的可能性比较低 但是哈德里和乌玛他们都是高阶官员 都能够轻易的接触到炸药 有很多办法能够得到他们 除此之外 因为经过那位司机指认 说这两个人很像是当天晚上劫持阿丹杜亚的男子 在他们被警方逮捕以后 本来以为他们会百般抵赖 让自己摆脱罪责 但是没想到 他们刚刚做的审讯室里 哈德里就很轻易的承认 他说是巴金达给了他们三万美元 让他们帮忙去处理阿丹杜亚 所以自己才那么做的 这样的结果令人折舍 看来幕后主使确实是巴金达 但这起案子并没有就此结束 就算这次谋杀的动机是情感纠葛 但我们冷静下来想一想 有必要搞得这么血腥吗 这未免也太过残忍了 另外 哈德里如此轻松的就供出了巴金达 这也不合常理 毕竟他是一位高阶官员 如果他轻易的就承认了这些事 那么他的职位可能就不保了 但现在他却真的如此轻易的说出了这些 这是为什么 因此警方认为 这起看似是情杀的案件背后 或许还隐藏着更多的不为人知的秘密 因为案件中出现了副总理纳吉布 于是接下来警方开始调查巴金达和纳吉布之间的关系 很快他们发现巴金达不光和纳吉布认识 两人还是关系密切的合作伙伴 巴金达算是纳吉布的智囊团之一 所以在政治层面 他们属于一家人 跟其他的反对党是敌对关系 不过就在此时 就在马来警方继续深入调查他们的关系的时候 却忽然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 几乎是一夜之间 马来国内所有的相关报道全部被封锁 警方之前得到的一些相关的线索 也悉数被消灭 看来那股巨大的能量再次伸出了他的大手 把真相继续隐瞒起来 这股能量来自谁呢 会不会是副总理纳吉布呢 无论如何 因为受到阻碍 案件再次陷入停滞 但是由于这起谋杀案 已经在很多国家引起轩然大波 所以有很多记者私家侦探等等 他们都在秘密的调查这件事情 而其中有一位法国自由报的记者 阿诺德杜布斯 在多次往返于马来西亚 泰国 蒙古等地区之后 又暗中接触了很多官员和私家侦探 最终他终于查清了这起案件的前因后果 2009年3月5日 他在法国自由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其中详细介绍了这起案件的所有细节 把真相全部公开了 在这份报道中表示 巴金达和阿丹杜雅两人认识 并发展成情人之后 巴金达经常带着他出去旅游 还曾经来中国待了一段时间 之后又给阿丹杜雅在蒙古和韩国买房买车 不过巴金达谨小慎微 他暗中也派了很多私家侦探 秘密监视阿丹杜雅 但是阿丹杜雅也很机灵 很快他利用自己的美色迷惑了私家侦探 导致侦探向巴金达传递了很多错误情报 这让巴金达对阿丹杜雅反而越来越信任 05年3月两人到欧洲旅游 表面上这是一次浪漫愉快的旅行 但他背后的目的却并不单纯 巴金达此行的主要目的 其实是帮助副总理纳吉布做一单军火买卖 巴金达以中介人的身份 与法国潜艇建造局商讨2002年双方曾签署的两艘 潜艇买卖卖合同中的相关重要细节 因为阿丹杜雅法语非常好 所以这次他就成了巴金达的翻译 不过说是谈细节 实际上巴金达的目的就是帮助纳吉布去索要回扣 当时那两艘潜艇的价值是10亿3700万欧元 鉴于如此之高的价格 所以要求法国这边至少支付2亿欧元的回扣 作为翻译 阿丹杜雅参与了整个过程 最终法国潜艇建造局也愿意支付1.14亿欧元作为回扣 这次谈判非常顺利 而阿丹杜雅确实不简单 因为期间他竟然留下了一些证据 到了06年 阿丹杜雅和巴金达闹翻了 他多次逼迫巴金达离婚 但巴金达多次拒绝 巴金达此时已经结婚20年了 女儿都19岁了 况且他是一个穆斯林 当然不愿意娶一个私生活如此混乱的女人 而且巴金达的妻子 也已经察觉到了不对劲 甚至找了私家侦探 开始监视丈夫 在阿丹杜雅的反复逼迫下 巴金达一度更换了手机和电子邮箱 躲在家里玩起了失踪 但是阿丹杜雅没有那么好对付 很快他表示 自己有当年巴金达索要回扣的证据 所以要么同意结婚 要么给他50万美元作为补偿 不然他就把证据交给他们的政敌 彻底葬送他们的政治生涯 巴金达听了大惊失色 因为这些回扣的证据会直接牵连到自己和副总理纳吉布 于是他赶紧和纳吉布联系 接着双方开始试图收买阿丹杜雅 由巴金达出面给了一笔钱 但没想到阿丹杜雅不仅没有收敛 反而继续索要更多的钱 此时纳吉布认为这个女人贪得无厌 恐怕给他一百万也是没有用的 于是他开始想其他办法 作为一个老辣的政客 纳吉布当然不能任人宰割 于是他决定除掉阿丹杜雅 可是巴金达对阿丹杜雅还有几分感情 而且对方还怀着自己的孩子 一开始他非常犹豫 但是阿丹杜雅开始越来越频繁的找他 堵在巴金达家门口 眼看就要闹得路人皆知了 巴金达实在是忍无可忍 最终也决定要杀死阿丹杜雅 2006年10月19日 阿丹杜雅再次来到巴金达家 开始大闹 巴金达无奈下联系了纳吉布的亲信 他是前政治部副总监叫做纳西尔 当晚9点巴金达说换个地方好好谈谈 让阿丹杜雅去郊外的别墅里等自己 稍后自己会带一笔钱过去 然而等阿丹杜雅来到别墅以后 却发现有两个男人在等自己 这两人正是纳吉布的两位保镖 哈德里和乌玛 也就是之前抓住的那些警察 随后两人把阿丹杜雅强行压到一辆车上 带到十几公里外的树林里残忍杀害 在杀害阿丹杜雅之后 他的出入境记录被全部删除 以此来抹除他的痕迹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 阿丹杜雅不是独自一人来到马来西亚的 他的表妹还在等他 正是因为阿丹杜雅给自己留了后手 这起案子才能够被重启 由此看来这个女人确实也不好对付 以上这就是那份报道中所揭露的这起案件的真相 不过正当所有人都认为 这就已经水落石出的时候 这件事却再一次发生了爆炸性的转折 首先 虽然阿丹杜雅号称有纳吉布吃回扣的证据 但是证据到底在哪呢 由于阿丹杜雅已经死亡 证据也已经不见了 所以纳吉布其实并没有受到牵连 仅仅只是在舆论上遭到了质疑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2008年7月3日 巴金达的一位私家侦探叫做班拉 他忽然发表了一份声明 说阿丹杜雅一开始不认识纳吉布 在一次聚会中 巴金达把他介绍给了纳吉布 随后阿丹杜雅靠美色征服了纳吉布 就这样 纳吉布和阿丹杜雅也成了情人 甚至后来纳吉布还跟巴金达说 说自己已经和阿丹杜雅发生了性关系 而且阿丹杜雅竟然可以接受钢交 所以一旦这个吃回扣的事情曝光 那么两人的性丑闻也肯定藏不住 说不定还要坐牢 所以说纳吉布和巴金达也是挺恶心的 但现在可能很多人会有疑问了 作为巴金达的私家侦探 这个班拉他为什么要把这么一件 对巴金达和纳吉布都不好的事情给爆出来呢 这里面的故事其实比较复杂 在一开始巴金达雇佣班拉是为了调查并阻止阿丹杜雅 但在详细调查之后 班拉发现阿丹杜雅其实是好人 就只是生活作风上不太行 所以班拉渐渐的就站在了阿丹杜雅这边 甚至当时他还劝阿丹杜雅 让他报警解决不要去以卵击石 但后来阿丹杜雅还是遇害了 所以班拉才爆出了这些内幕 但奇怪的是 就在班拉爆出这些内容之后 在第二天 他忽然紧接着又发表了第二份声明 这份声明表示 要撤回昨天发布的对纳吉布的相关指控 而且诡异的是 在撤回之后 班拉就神秘失踪了 直到一年多以后 班拉才在印度被发现 班拉说 在当时他发出第一份声明的当天 就被纳吉布的手下找上门了 对方开出500万的封口费 要求他第二天再发一份声明 撤销那些爆料 之后在撤销之后 他和家人就被安排出国 几经辗转来到了印度 直到后来 2013年2月份 班拉以为一切都已经安全了 都归于平静了 所以他才再次回到了马来西亚 然而就在他回来不到一个月以后 就意外死亡了 当时给出的死因是心脏病发作 但他的家人却说 班拉从来就没有得过心脏病 另外 之前那个发表真相的记者阿诺德 也在很多年之后 2019年4月29日 从一列开往曼谷的火车上 跳车死亡 随后泰国警方认定 他是自杀的 一个说是意外 一个说是自杀 但他们真正的死因到底是什么 恐怕已经没有人知道了 不过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 话说回来说当年班拉消失以后 因为没有了关键证人 所以这起案件中 有关副总理纳吉布的部分 被迅速淡化 2008年10月31日 法庭只宣判巴金达 谋杀阿丹杜杜亚罪名成立 紧接着 出于舆论压力 两名警察哈德里和乌玛 也在09年4月被判处死刑 但是并没有立即执行 而是一直被关在监狱里 可到了2013年 在班拉离奇死亡之后 两名警察又被改判为了无罪 给放了 直到两年之后 在媒体的不断声讨下 2015年 他们又被判了死刑 但是此后的三年中 一直没有执行 直到三年之后的2018年 马来西亚大选中 纳吉布惨败下台 反对党开始执政 结果这边刚一下台 监狱里的哈德里 立刻就找到媒体 决定说出真相 他爆料说 当年就是纳吉布命令 让他去杀死阿丹杜亚 当时纳吉布说 阿丹杜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外国女间谍 要求他跟乌玛逮捕并做掉她 还跟他说 这只为国家效力 是光荣的行为 可没想到事情发生以后 发现自己成了替罪羊 由于担心家人的安全 他不敢在监狱里说出真相 一直等到了现在 于是随后 警方再次重新调查这起案件 2018年5月17日晚上 马来西亚警方搜查了三处 前总理纳吉布的豪华公寓 发现了248个名牌包 以及72箱昂贵的首饰和大量现金手表等等物品 这些物品足足装了5辆卡车 一个月以后警方又搜查了他的另外两处住所 最终搜出现金珠宝等等物品的价值约合人民币18亿元 于是纳吉布被指控犯有贪污罪受贿罪洗钱罪滥用职权罪等等 30多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但这其中唯独没有提到阿丹杜亚的案件 对此马来官方给出的说法是 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 纳吉布跟阿丹杜亚的案件有关系 于是虽然纳吉布和巴金达都已经被关进了监狱 但因为缺乏相关证据 很多关键人物 比如班拉和阿诺德都已经死亡 所以有关阿丹杜亚被谋杀案件的真相 可能永远都无法被揭开了 卧师大腕这起案子就说到这 这是一起很遗憾的案子 但是在那些地方 有时候这些事情也就只能这样了 咱们今天呢 来说说发生在贵州的森林百谷案 2014年3月3号 在贵州省前西南部一族苗族自治州浦安县 有一个老大爷姓李 这老李呢 准备到这村子后边的山上啊 去砍点柴火去 这浦安县呢 算是大山里边的一个小城 森林密布 居住在这儿的人呢 也是以不一族为主 因为是在大山里边 所以呢 每个村子跟每个村子离的也都没那么近 每个村子人口也不是特别的多 这天老李呢 心情挺好 所以走的呀 也远了一点 在这村子后边的山上有一大片林子 平时呢 就在林子边上砍点柴火就完了 这回啊 朝着林子深处就过去了 哎 走着走着 就看见前边有个黄褐色的东西 老李好奇啊 再仔细看看吧 哎 是一个碑篓 就放在一棵大树底下 老李纳闷啊 谁有这么大闲心呢 跟我似的 走这么深 也来砍柴火来了 那不对呀 那砍完了 你应该把这碑篓再背回家去呀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老李好奇就走过去了 就打算看看这碑篓里装的是什么呀 里边这么一看是一团毛毯 还有编织袋 看上去呀 扔在这的时间已经不短了 哎 这老李更好奇了 哎 这毛毯里边是什么呀啊 找了截木棍 就戳了一下那毛毯 因为那毛毯呢 鼓鼓囊囊的 他这一戳 突然从这毛毯里 就露出来了一个白花花 圆不隆东的东西 仔细这么一看 人头 一颗已经白骨化的人头 就出现在老李面前了 给老李吓的呀 深山老林里边啊 本来就没人 老李本来就有点害怕 现在突然来了这么一头骨 哎呦 老李吓得是魂飞魄散 转过身也不看柴火了 撒丫子就跑回了家 打了报警电话 警方接到报案之后 非常重视啊 浦安县一个小地方啊 平时没有发生过什么案情 过于重大性质 过于恶劣的刑事案件 突然来这么一白骨案 这怎么回事啊 到了现场最重要的 就是得确定案件的性质 因为这山里边啊 也有一些老坟都不知道哪年啊 埋的人了 会不会是老坟里边经过下雨 把这人的骸骨给冲出来了呢 可是再一看 这人头是在碑楼里边 再看看现场痕迹 那不可能是老坟里边冲出来的 冲出来不可能 把他给冲到碑楼里面去啊 这很可能啊 是杀人抛尸案 那颗人头呢 是被一个编织袋装着的 然后再用毛毯裹在外边 放在那碑楼里 因为时间太久了 毛毯呢 都已经残破不堪了 你编织袋呢 也藻破了 看那样子 还被各种各样的那种野生动物撕咬过 法医来到现场 对这具头骨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勘验 从头骨牙齿的磨损状态来判断 死者年龄在30岁左右是女性 死亡时间呢 一年左右 您各位听到这儿可能会有疑问 这已经是头骨了 也就咱们俗话说的骷髅 这就能分辨出来男女吗 牙齿能分出来男女吗 其实啊 从法医学上来说 男女头骨啊 就这头颅颅骨 区别还是很大的 咱们在这岔开一点 给大伙做一点小科普吧 从整体上来看 男性的头骨比较大 比较重 比较厚啊 女性的头骨呢 比较小 相对来说比较轻薄 再一个呢 就是颅内容积 男性颅内容积啊 比较大 平均来算的话 一般是大于1400毫升 而女性呢 通常是小于1300毫升 再说白了吧 就男的脑袋大啊 女的相对脑袋小 从正面来看呢 男性头骨的这个额头部位啊 这个额部倾斜程度比较大 而女性呢 相对来说比较直 再一个女性啊 这眉间这个位置 凸起来的这个程度比较小 相对来说呢 比较平 而男性呢 眉间这块骨头啊 凸起来的程度比较大 另外比较明显的呢 就是看颧骨 男性的颧骨相对比较高 是比较粗壮的 颧股部位啊 是比较发达的 而女性的颧股部位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低 并且呢 比较薄啊 颧股比较细 再从后边来看 就后脑勺这块来看 男性 枕外龙突 就后脑勺这一块是比较明显的 而女性呢 相对不明显 从底面来看 尤其是从牙齿这块来看 男性的这个齿曹宫是比较大的 近乎于是一个幽形 而女性呢 就齿曹宫就镶嵌牙齿的那一圈骨头啊 相对比较小 比较尖 是一个抛物线形状 当然这都是一些比较粗浅的 细致上的还有好些个区别呢 人法医一看就明白 您看您搞清楚这个之后 回头再去哪个博物馆啊 或者在什么偶然的情况之下 看到了一具头骨 那么咱们也能够看这头骨来大致辨别男女 您到时候看看啊 辨别的对不对 咱们再说回这案子 警方很纳闷的是什么呢 既然是抛尸案 这碑楼里只有人头啊 没有其他的身体部位啊 那就在这个地点周围展开搜索吧 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的骨架呢 随后啊 还真找到了一些腿骨肋骨等等人体骨骼 最终拼接出了一具残缺不全的 身高在一米五左右的骨架 您各位可能又有疑问了 这分尸分的不太碎了吗 哦 腿骨肋骨都一根一根的给分开了 其实也不是 因为警方在骨头上没有发现刀砍斧凿的痕迹 反而看出了不少咬痕 咱刚才不说了吗 很可能是被野生动物撕咬过 应该是死者死后啊 被人整体就抛尸在这了 不过呢 因为是深山老林 野生动物很多 有一些肉食为主的猛兽 最终这具尸体就成为他们的食物了 在撕咬之下 就这些骨头啊 就七零八岁的 哪都有了 别说是亲眼所见了 就是您各位听我说说 是不是都感觉太惨了呀 现在最重要的呀 就是确定失源 确定死者身份 这才能够侦破案件 一开始呢 在周边几个村子挨个的走访摸牌 查找一年多以来失踪的人口 但找了一大圈 所有的村子都摸牌变了 没有反映失踪的情况 那么这个三十来岁的女人 为什么会丧命在这深山老林之中一年多都没人过问呢 没家人 或者说没人关注她的死活 再或者说她不是这儿的人吗 既然排查走访没进展 痕迹乌正组啊 决定重回案发现场 继续仔细勘察 看能不能找到更多的蛛丝马迹 这时候 那个放着人头的碑篓 就引起警方注意了 这碑篓呢 说心不心 说救不救 这碑篓底部啊 有一个圆洞 看起来不像是人为破坏的 那这个小圆洞到底有何玄机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警方把注意力重新放到了 装着人头的这个碑篓上 这碑篓底部啊 有一个小圆洞 看上去不像是人为破坏的 再仔细看的话 这圆洞周围还有一些撕咬过的痕迹 当时警方就推断 这应该是镊齿类动物 咬下来所留下的痕迹 镊齿类动物最典型的就是老鼠啊 同时背楼里面呢 还有很多老鼠的粪便 这也能够佐证 这个洞是老鼠咬出来的 看到几颗老鼠屎 可把警方给乐坏了 您各位又该纳闷了 为什么呀 看见老鼠屎高兴什么呀 哎 人家是刑侦技术专业人员 什么叫专业 在技术人员看来 这老鼠咬出来的这大洞 已经给了警方重要的线索了 如果说老鼠曾经进入到背楼里面撕咬 那么他们会不会把背楼里的一些物品 拖到老鼠洞呢 您各位别忘了老鼠会打洞啊 好玩意儿 他会拖到洞里啊 技术人员这个思路 哎呦 真的是非常的巧妙 那就跑吧 把附近老鼠洞都刨开 看有没有什么发现 拿着镰刀 在这背楼附近 你就看吧 几个警察就开始搜 一点一点的砍掉地上的植被 观察这土坡上的各种洞穴 就找这老鼠洞 没多长时间距离背楼十米远的一处山坡上 有一个土洞露出来了 民警呢 先是在那洞口拿着镰刀啊 拿着石头在那敲 咚咚咚咚咚咚咚 果然有一只老鼠听见动静 蹭蹭一下窜了出来就跑了 随后警方用手一点一点的刨这老鼠洞 看这里边有什么果然有东西 在这里边发现了几团毛毯的碎片和编织袋的碎片 而在这编织袋的碎片里 警方发现有一张贴在上边的纸片上边的字 还很清新是一张快递单据 技术人员当时的判断果然没错啊 得亏啊 这老鼠会打洞啊 就因为这张快递单让这起案件可就迎来转机得到了突破 纸片上保留着两个关键信息 一个是收件人的名字 一个是收件地址 收件地址很熟悉 距离这案发地点三公里是另一个村镇的一个地址 收件人有名有姓的陶友泽 哎那这陶友泽是谁呢 发给他的这快递编织袋里 为什么会装着死者的头骨呢 这陶友泽跟死者有什么关系呢 那查吧 经过秘密调查 很快陶友泽的信息就反馈回来了 陶友泽61岁本地人 跟老伴带着孙子一起生活呢 陶家呀 最近这一年还真出了一件怪事 什么事呢 他的儿子陶君和儿媳妇陈兰 一直在上海打工 一年多没回来了 平时春节肯定得回家 妻儿老小团团圆圆 对吧 但是过年的时候俩人都没回来 好些个人也都议论呢 还想钱想疯了啊 光顾着挣钱了 连爹娘孩子这都不管了 过年都不回来 不像话呀 更巧合的是什么呀 打听这儿子儿媳妇的一些情况吧 大伙反映的儿媳妇陈兰的年纪 身高 体态 跟这白骨案的受害者极其相似 接下来啊 警方就秘密的找到了陈兰的父母 提取了DNA进行比对 结果很快出来了 死者正是陶友泽的儿媳妇陈兰 陈兰被人杀了 抛尸在了山林里 而丈夫陶军在外地打工不闻不问也不报警 这不太不正常了吗 那会不会就是陶军干的呢 警方啊 得到DNA鉴定结果之后 立刻对陶家进行搜查 重点就搜查两口子住的那个房间 如果说陈兰的被害跟丈夫陶军有关 那么俩人住的这卧室很可能就是 第一案发现场 就希望在这能找到一些痕迹 比如打斗痕迹啊 最重要的比如血迹啊 要能找到那就太好了 这回啊 把警犬队也叫过来了 警犬在床铺底下一顿闻呢 闻了一会儿 警犬表现的就很兴奋 这就表明这床底下有东西啊 果然把这床挪开吧 在那木头床角的一个特别不显眼的 特别狭小的角落里有一滴疑似血迹 技术人员进行提取之后 经过专业检测比对 证实这血迹就是陈兰的 这下子陶军的嫌疑基本上算是坐实了 没过几天 警方就得到了陶军在上海的确切地址 顺利抓获陶军 陶军呢 被抓住之后 他也承认 是我杀了他 不过为什么要杀害妻子 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更何况俩人有一儿一女呢呀 陶军呢 把这故事来龙去脉一说 警方啊 都感到非常震惊 原来一年多之前 俩人呢 打工也累了 回家也看看老人 看看孩子 在老家就休息了这么一段时间 这天晚上 陶军就看陈兰 一直在那看手机 聊短信聊微信 一直到很晚了 也不说放下手机赶紧睡觉 陶军呢 就反复提醒他 哎 太晚了 赶紧睡吧 哎 别玩了 赶紧睡吧 陈兰呢 对他不理不睬的注意力啊 都在手机上了 陶军这人呢 疑心也重 这时候就胡思乱想了 是不是他外边有人了 跟谁聊呢 陶军这时候就跟陈兰说 你把手机给我 我看看 他就想看看陈兰的手机通话记录 还有短信的内容 但陈兰不让 越不让 这陶军就越感觉这里边有事 这么一来 俩人可就吵起来了 一开始是吵 后来可就动了手了 陶军呢 这时候彻底失去了理智 到厨房里边拿过来菜刀对着陈兰的脖子就是一刀啊 嘿 没多看就这一刀那是文准狠一下子砍断了陈兰的颈动脉 据陶军说呀 他本来只想吓唬一下陈兰 没想到这一下子砍那么准 看见陈兰脖子上那血刺就喷出来了 当时陶军吓得都不行了 眼睁睁的看着陈兰失血过多而死 接下来陈兰感受到的就是无休无止的恐惧 哎呦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把他给藏起来 怎么把这事给瞒住 得亏是晚上 他呢随手拿了一个编织袋 把陈兰尸体装好了 又裹了一床毛毯 接着背着背楼就把尸体背上了那片林子 回来之后 把屋子里边收拾的是干干净净 第二天哪 离开老家去上海打工了 打那儿起再也没回家 甚至春节都没回去过年轻 您各位该说了 这陈兰死了一年多 这边明知道是把陈兰害死了 不报警这很正常 那陈兰娘家人呢 怎么也没报警啊 也没报失踪啊 要说起来啊 这跟陈兰和陶军的婚姻还是有关系的 陈兰15岁的时候 跟陈兰就搞起对象了 俩人是自由恋爱 陈兰家人一向反对这段感情 反对这门婚事 但俩人呢 不管不顾的 陈兰跟着陈兰就私奔到了上海 从那儿以后 15年的时间 陈兰再也没跟家里人联系过 要不是这桩命案 要不是警察找到了陈家父母提取DNA 陈家父母啊 恨不得都快把这女儿给彻底忘了 而陈兰呢 最终为了逃军 抛弃父母 抛弃了兄弟姐妹 离开了家 跟他私奔到上海 但最终呢 却让自己曾经最心爱的男人一刀割喉啊 行了 这个案子给您讲到这儿 更多内容下期节目再会 说是2014年3月29日 西安市东郊昆仑厂家属院一单元楼内 发生了一起惊天大案 凶手在残忍的杀害了两名被害人之后 又交上汽油 将尸体给分售 案发后 西安市公安局新城分局警方便立刻成立了抓案组进行侦破 随着几名犯罪嫌疑人的相继落网 案情也终于大败于天下 原来行凶者孙安和被害者冯丽竟然是从小玩到大的同学 他们俩在分手20多年后 于2013年又意外的重逢了 可殊不知 20多年的沧桑巨变 昔日的哥们却正处于落魄困顿 情感危机之中 可是冯丽却全然信任他 口无遮拦的向老朋友倾诉了自己的一切 可是熟料 这一切就给自己引来了一场杀身之祸 2013年的8月 42岁的河南南乐县孙安 在陕西洛川 竟然和20多年未见面的老同学冯丽意外的相逢了 10年40岁的冯丽和孙安 他脸不仅是老乡还是小学初中同学 外加哥们好友 这是当年初中毕业之后 冯丽跟随家人来到陕西西安做生意 两人从此就失去了联系了 这是令冯丽万万没想到的事 中学毕业之后 成绩优异的孙安却在父亲的安排之下早早的顶职 实际厂当了名工人 1994年 他与当地女子和梅结了婚 很快就有了两儿一女 而冯丽呢 他从河南来到西安之后 就一直没有回过老家 令孙安感慨的是 这个昔日各方面比自己差的兄弟 如今却在西部大城市西安做服装批发生意 一身光鲜 一看就是财大气粗的大款 而冯丽这次到洛川 是来收一些服装货款的 没想到老天有眼 让兄弟俩意外的重逢了 彼此很感慨呀 他们很快被重逢的喜悦所淹没 老婆孩子在老家的孙安 非常麻利的就张罗了一大桌饭菜 酒桌上二人频频举杯 伴随着酒性 逢利激情亢奋的大谈特谈自己的辉煌 从上经历 并且还一再的追问孙安混的怎么样啊 我 孙安表情很尴尬 一再敷衍 兄弟 我挺好的 做点小生意 可是冯丽走后 孙安的内心是白干交集 那么这二十多年过去了 孙安的生活到底有着怎样的变化呀 他又为何离开家乡 来到了洛川呢 冯丽他哪里知道 在这二十多年里 孙安可以说是走了一条曲折的人生和情感之路 而今还深陷窘境 那是2005年 由于工厂的效益不景气 孙安就下岗了 他找亲戚朋友借了七八万块钱 买了辆客车 开始跑长途客运生意 在2009年6月的一天 出车归来的孙安 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 约他到县城新开的一家歌舞厅里去玩 可结果 他和漂亮的陪伍小姐霍小颖相爱 25岁的霍小颖是来自陕西洛阳川县 她是在孙安的软磨硬炮和金钱的诱惑之下 二人很快就悄然的同居起来 2012年的7月 由于丈夫两三年都不回家 她的丈夫何梅 便向河南南乐县法院提出了离婚申请 后经法院审理 便判处孙安和何梅缺席离婚 2012年10月 孙安卖掉了客车 和霍小颖一起来到了陕西洛川 他们在洛川县城租了房子住下 开了一家日货商店 可是孙安他原本就不懂做日货零售 商店的生意并不怎么好 有的时候甚至啊 这每个月还会有亏损的情况 到了2013年的年底 孙安盘点了一下账目 这才惊讶的发现 自己账户上的存款 只剩下一千多块钱了 但是霍小颖却不管这些 办一张美容卡就花掉了一千多块钱 换一部新手机又是三四千 孙安在心里对霍小颖的不满 也是日渐增加起来 可是在霍小颖看来 自己年轻又漂亮 跟着孙安过实在是太委屈了 他就时时有着要离开他的心思 终于啊 2013年的3月20日 霍小颖又是因为琐事 与孙安吵闹了下来 当晚孙安喝了些酒 晕晕沉沉的就睡去了 可是第二天早上他醒来时 却发现霍小颖不见了 只给他留了一张纸条 说他去广州去了 让孙安不要再找他了 但是3月22日晚上 孙安来到位于西安市东郊昆仑厂的冯丽家 硬着头皮向久别从逢的冯丽 借一千块钱 说是准备去广州寻找霍小颖 冯丽二话不说 就给了他一千块钱 3月24日 孙安来到了广州 经过他的一番死缠烂打 霍小颖终于答应和他见个面 做个彻底了断 可是孙安来到霍小颖所说的饭店之后 却发现霍小颖居然还带了两个男的一起前来谈判 其中一个高个子男人说是霍小颖的老公 让孙安以后不要再纠缠他了 什么 老公 不对呀 霍小颖他不是单身吗 难道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在骗自己不成 两天之后 孙安失魂落魄的坐火车离开了广州 只是在火车上他是越想越恼火 他就觉得自己这么多年的辛苦付出啊 竟然被一个女人给耍了 他就突然生出一个想法来 那就是杀掉霍小颖 以解心头之恨 随即他又想到啊 如果自己去杀霍小颖 应该不能成功 会很容易的被霍小颖识破 而导致计划流产的 这时他就突然想到自己在河南郑州结识了一个黑道朋友 石长兴 他联系到石长兴 石长兴说啊 可以帮他杀人 但是要十万元的酬金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两人最终商定在以六万元的价格 石长兴找人来实施他的杀人计划 只是到哪里去凑着六万块钱的酬金呢 此时已是囊中羞涩的孙安犯愁了 不过这时啊 他就突然想到了久别从逢的冯丽 只是他心里也有数 六万块钱 这不是六百六千呢 冯丽即便是再有钱也不可能借给他的 可是 如果他把冯丽给做掉 那自己不就有钱了吗 当这个念头一闪现时啊 孙安在心里头是犹豫了很久 但同时 要杀掉霍小颖的念头也是折磨了孙安 他已经失去理智了 一想到霍小颖 就恨的是咬牙切齿 3月28日 孙安回到了西安 在下了火车之后 孙安在火车站附近的商店里买了一把折叠刀 然后打电话给冯丽 说晚上要请他和他的妻子王云吃饭 晚上吃完饭 冯丽又是热情的邀请孙安到他家里去休息 晚上十点多钟 三人聊了一会儿之后 王云回到卧室去上网了 为了防止打扰他们 王云还特意的关上了门 可是冯丽他却丝毫没有意识到 即将到来的灾难 他打开电视 一边摁着电视节目 一边给孙安递烟 来来来 抽烟抽烟 可是孙安却没有接 他也伸手朝自己的口袋里摸去 冯丽还以为他自己带着烟呢 可不承想啊 孙安竟然掏出了一把刀子 对着粗不及防的冯丽狠狠的就刺了几刀 冯丽丝毫没有防备 大声的责问他 哎 孙安你想干什么给你啊 孙安并不大话 又是狠狠的朝着冯丽的胸口捅了几刀 冯丽致死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呢 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倒下了 死在了老朋友的刀下 这时在另外一个屋上网的王云 听到客厅里有动静 他打开卧室的门就走了出来 当看着一地的鲜血和躺在地上的缝利时 王云也被吓坏了 他吓得浑身发抖 孙安 你俩可是老朋友啊 你想干什么呀 孙安朝他又扑了过去 这回我就对不住朋友了 你给我老实点 不然我宰问你 在孙安的逼迫之下 王云拿出了家里的一千元的现金 可这孙安却不满足 当即要求王云交出银行卡 王云又拿出了一张存有6.5万元的银行卡 并且在孙安的威胁之下说出了密码 王云被吓傻了 说他还有5万多元的股票呢 只要孙安不杀他 他愿意把这些股票都给他 孙安为了多弄些钱 就把王云先捆绑了起来 而狡猾的孙安 为了不被银行的摄像头拍到自己 还打电话叫来了两个在洛川日社的朋友 让他们连夜坐车到西安帮他取钱 3月29日早上 股市开盘之后 孙安让王云通过电话交易 把股票全部都卖掉 在取到了5万元钱和验证了账户密码之后 孙安又是返回原地 残忍的将王云给杀害了 接着为了制造冯丽两人被仇杀的假象 孙安很快就到附近的小加油站 买了10公升的汽油 焚烧了冯丽和王云的尸体 之后 孙安等人迅速租车 离开了西安 前往郑州 上午 10时去 消防官兵和西安市新城区 长乐中路派出所民警 迅速的赶到现场去救火 在发现有死者之后 案情又是被迅速的上报到分局 分局领导迅速的带领行政大队赶赴现场 经过现场勘察之后发现 两名死者身上的现金已经不见 有被抢劫的痕迹 这屋内还有被遗弃的汽油桶 此案很容易的就被定性为一起故意杀人 焚尸案 在侦查中 转组首先是确定了冯丽和王云的身份 经过对受害人所有的银行账户进行查询 很快就发现 死者王云的账户上 共有11.5万元被人先后的分别在西安和郑州取走了 而时间均为火灾发生之后 但是在调取银行的监控录像之后 这两名取款人经受害人大量的亲属朋友辨认之后 却均无人认识 不过随后在吩咐河南南乐和西安两地对受害人的家庭 及社会交往进行深入排查之后 警方终于是锁定了两名犯罪嫌疑人 孙安和他的情妇霍小影 随后在3月31日晚 刑警在河南新阳一举将孙安和11名同案犯给抓获 此案得以告破 并且还阻止了另外一桩可能发生的刑事案件 原来在3月29日 孙安在制造了惨案后 就潜逃至郑州 在准备南下寻仇 可是结果打电话之后才发现 他的仇人霍小影和他的丈夫竟然就在河南新阳 孙安随即便从王云的卡里取出1.6万元 和在郑州的石长兴策划下一步的报复计划 为了尽快实施计划和保证万无一失 孙安又是和石长兴纠结了十人 好 我们一行十二人赶到了新阳 找到了一家招待所 潜伏了下来 只是随后就被赶来的刑警一举给擒货 被捕之后 孙安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也是供认不讳 在看守所里 孙安也是流露出了迟来的忏悔 我不是人 我不该对自己的朋友下手 我想在死后把所有的器官都捐献出去 以此来赎我的罪 好了 这本县的又到尾声了 现在怎么说呢 大环境下 人人压力都挺大的 大家应该也是深有体会 是吧 每个人都很难 特别是在这种环境之下 咱们更应该别轻易的露财 要不古人就说了吗 有财不外露 得意不猖狂 其实啊 这些不露财不猖狂 都可以说是智慧的标准 大家说呢